一个近乎满血有大招的亚连追一个残血的火舞 未遂 随即选择草丛回城 火舞察觉不对 擅自试探 打到空气 蓝灵王不远千里来到篮区 只为和火舞跳起双人舞 哎 家怎么没了 没事 玩的就是抽象 DYG打JDG 堪称天王山脚之战 两个一上难求的队伍碰到一起 总会有人嘴角上扬45度 微笑走出赛场 季节延续了上一场的状态 蓝灵王丢了最关键的一条龙 团战直接溃败 没抢到龙的原因是蓝灵王没逞击 那为什么会没有逞击呢 是上一波蓝灵王看到浑身肌肉的连坡 忍不住上去摸了一下 再交个成绩 挠个痒痒 以前粉丝总是会让无畏回答也 我觉得很难理解 现在我可要喊出那句打也各有所成了 无畏打也最抽象的时候也不会比这再抽象了 面对季节 夏琳猛的像个战神一样 到底是看到季节让你兴奋 还是看到了无畏让你觉得兴奋 我得打个问号 我知道老林没有享受过无畏的巅峰期 毕竟无畏巅峰期时在老林头上拿了冠军 但作为所谓的顶级赛逊组 把队伍带上这个水平 以后想找工作可没那么容易了 或许牛刀胖于翻把老林带到了不属于他的高度 不仅仅是带队的问题 还有选人 转会期自由人一安不要 要K甲的誓约 誓约到底有什么魅力能把老林迷得神魂颠倒 是因为他的曹操会保护射手吗 走了半个地图来到了正面团战 开启大招对着夏侯顿和司空阵一顿输出 残血的后裔是看都不看 朵莉亚刷了第二个大招 曹操又开始砍桑齐 在本赛季各个对抗路都大方一彩的情况下 誓约真的是格格不入 JD季最悲壮的就是小九了 只剩下你和五位守家时 你一定想回到过去 试着让故事继续 如果不知道怎么排解 建议去找伊诺聊聊 三皇时期大抵如此 现在小九和其他人格格不入 但赛季末会不会融为一体 可不好说了 孟之队辅助和孟之队射手的对决 这一次射手更胜一球 我已经开始期待JD季和Hero的碰撞了 总有人要赢 为什么不能是我呢